国产铝电池还有一块被卡脖子的技术 它就是铝塑膜 这个小小的产品被称为中国铝电池最后的高地 因为我们的国产铝塑膜只占20% 而且它已经整整卡住中国十年之久 虽然这十年来我们有些企业一直在努力攻克这项技术 但是事与愿违我们并没有实现国产化 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高价购买铝塑膜 它有多贵呢 我们拿电池隔膜做对比 同样是电池的五大材料 它的单价比电池隔膜贵很多 2020年时两者相差10到20倍 2021年时这个数据就变成了20到30倍 很明显落后就挨打 而且别人还是不知轻重的下死手啊 但是这还没完 即使是同品质的铝塑膜 国产的要比进口的低30%左右 双重价格差距的背后 其实就是国产铝塑膜技术和产业话语权丧失的痛苦 所以有很多中国企业拼了命的也要攻下这块高地 他们花费巨资饱和式的布局铝塑膜 用业内人士的话说 产能肯定是超出了 但是此时此刻不是考虑产能过剩的时候 而是考虑在电池拐点来临之前 能否解决甲脖子的问题 这个拐点就是下一代电池技术 因为铝塑膜已经确定了是下一代电池 固态电池的核心技术 如果还不能突破这项技术 我们锂电池产业多年的努力和市场成果 将会大打折扣 甚至还会处于被动当中 那么问题来了 铝塑膜到底是啥 既然它这么重要 为啥就它没有国产化呢 我们能突围成果吗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 中国锂电池最后的攻坚战 内容制作不易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 感谢感谢了 铝塑膜严格意义上来说 是被中美同时抛弃的技术 不过世事难料 它又重新被重视起来 这里面还涉及到了赛道之争 封锁中国和中美弯道超车的曲折故事 这个故事还有从铝塑膜的发展说起 锂电池有三种形态 分别是圆柱 方形和软包电池 这三者的结构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电池外壳的封装工艺 却相差的比较大 圆柱形电池和方形电池的包装材料 采用的是铝或者钢 作为外壳 所以比较硬 而软包电池的外包则采用的就是铝塑膜 它的厚度不到一毫米 所以很薄 也很柔软 用它制成的电池 有尺寸和形状可调节等功能 所以又叫软包电池 那么中国铝塑膜是如何被卡脖子的呢 这就要说到铝塑膜的发展和结构了 铝塑膜的诞生比较晚 不过他们生产的铝塑膜主要是给索尼固带电池用的 结构中用了多层结镯剂 结镯剂会和电解反应导致铝塑膜不耐受 影响了液态电池的寿命 所以第一代铝塑膜的性质并不是很优秀 2001年 日本昭和又推出了第二代铝塑膜 但是依然没有改变这个方案 所以除了索尼之外 也有很多品牌感到很头疼 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被日本其他企业改正了 同样是在2001年 DNP与尼桑公司开始联合研发生产铝塑膜 他们改进了昭和电工的工艺 在他们的基础上 用酸性材料替换了结镯剂 铝塑膜的抗电解能力就变强了 于是DNP很快就获得了软包电池企业的认可 DNP将铝塑膜发扬光大后 其他国家也开始学习日本 研制自己的铝塑膜 尤其是韩国 他们在数码产品等3C消费电池上有技术 产业和产能的优势 然后他们将这种优势复制到了汽车的动力电池上 由此发展出许多优秀的动力电池企业 尤其是LG 他们财大气粗 在铝电池上跑把圈地 很快就抢占了大赖的份额 并且成为软包电池领域的领头羊 对于下游的铝塑膜行业 有很大的话语权 韩国企业借此对铝塑膜进行了布局 并且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铝塑膜的市场很快就被日韩垄断了 当然这里面的大头还是日本 但是不管怎么说 日韩联合起来 长期把持着铝塑膜产业链上下游的话语权 相比之下 中国铝塑膜虽然关注比较早 在1997年就有试着生产铝塑膜 不过也是抱着尝试的态度 直到2001年 中国将电动车列为863计划重大技术装项 电池的零部件才受到了资本的重视 国内也有企业开始布局软包电池和铝塑膜 于是日韩对中国铝塑膜长久的技术封锁和垄断就开始了 先说下日本 他们在2001年后就进入了中国 但是为了防止铝塑膜的技术外泄 从不在日韩以外的地方设厂 尤其是中国 他们在国内采用的是代销模式 利用中国的代理商进行售卖 这样做虽然能保护技术不外泄 但是对中国的软包电池企业却非常不友好 因为多了一层中间商 所以铝塑膜的成本就会高很多 加上他们并没有把控代销商的资质 谁能帮他们卖货 谁就可以代理 导致中间商数量众多 而且良有不齐 为了竞争就得压低价格 然后又一次充好谋取利润 让我们的电池企业苦不堪言 这还没完 铝塑膜的市场空间并不大 只有几十亿元 而日本的铝塑膜企业 大部分都是跨国企业 他们的业务和资金都很雄厚 压根看不上这块小小的市场 所以就故意控制铝塑膜的产量和价格 谋取更高的利润 这种做法让中美欧等软包电池企业非常被动 不花费高价购买 就要被限制供货 于是有很多企业瞄准了这个赛道 其中也有中国企业 2004年 国内软包巨头紫江公司 注意到铝塑膜市场 他们经过市场调研后 决定对铝塑膜产市公关 紫江公司原本从事的就是包装领域 常年给可口可乐生产包装瓶 对包装用的铝塑复合膜技术积累非常丰厚 所以在他们看来 攻克材料相近的铝塑膜 并不是什么难事 于是他们在2004年 成立了一支专业铝塑膜研发团队 不仅网罗了相关的人才 而且将自己积累的工艺和经验 都用在了铝塑膜生产线上 果然在7个月后 他们就拿出了国内首批国产铝塑膜 可惜的是 紫江低估了铝塑膜的难度 因为铝塑膜要包裹在电池的外表面 而且要保护好电池的正负机和电解液等组件 所以铝塑膜就需要具备 比较强的物理和化学性能 比如阻隔性 耐穿刺性 绝缘性和耐腐蚀性等等特点 还需要兼顾强度和韧性 这些特性有些是矛盾的 导致它看起来就是一层膜 好像技术难度并不高 但是真正生产出来了 就会发现某些性能达不到要求 紫江生产的首批国产铝塑膜也是如此 他们在生产出来的时候 就将产品送往了广州数家工厂进行测试 结果有很多性能都无法满足要求 不过紫江并没有放弃 他们将自己包装材料挣的钱 源源不断投入到铝塑膜中 对技术和工艺进行公关 产品质量逐步提升 2009年 紫江研发的第二代铝塑膜 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很多中低端企业开始采用 紫江生产的铝塑膜 具备了独立成长的能力 2012年为了更好地发展铝塑膜 他们还专门成立了紫江新材料公司 专门负责铝塑膜的生产和销售 两年后 他们攻克了第三代铝塑膜 这一次他们终于敲开了高端铝塑膜的大门 先后成为了全球锂电池巨头 ATL 三星 万八等企业的供应商 国产铝塑膜逐渐走上正轨 而且在紫江之后 国内还有很多铝塑膜企业正在发力 并且逐渐上回了脚跟 比如新轮 明管新材 卓越等 但我们的铝塑膜企业依旧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因为铝塑膜的下游软包电池 大部分都掌握在韩国手里 尤其是韩国的LG等企业 掌握了大部分软包电池的专利和技术 他们不仅不用中国生产的铝塑膜 还联合日韩企业对中国动力电池 展开了一场倾销战 2015年时 我国新能源汽车经过多年的补贴和培养 终于越居为全球第一市场 然后这个时候 日韩企业却瞄准了我们的胜利果实 LG 三星 日本松下等企业 同时对中国的动力电池打起了价格战 他们一边扩大产能 一边压低动力电池的价格 宁愿自己亏损 也要抢占中国的市场份额 这是典型的搞死对手 在独占市场策略 当时的中国电池企业还在积累当中 面对国际巨头的倾销 根本无力抵抗 日韩企业很快就以中国电池一半的价格 抢占了大部分的市场 中国锂电池企业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黑暗 要知道 新能源汽车中成本最高的就是电池了 可以占到35%以上 如果中国锂电池企业倒下了 那么下一步可能就是中国的整车车企丸 也就是说 日韩企业的目的就是要窃取我们多年培养的市场 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205年3月 为了保护中国电池产业 工信部发布了汽车动力需电池行业规范条件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名单 对于搞乱市场不符合规范的企业不再进行补贴 而清销这样的主力 韩国LG就被阻挡在名单之外 中国动力电池也借此迎来了大翻盘 但是铝速膜和软包电池却因此失去了市场份额 因为LG公司拥有大量的软包电池专利 加上软包电池价格贵 技术要求高等缺点也很明显 中国动力电池自然不会再选择这个路线 而是朝着圆形和方形电池研发 而在中国之外 情况也差不多 日本掌握着铝速膜的话语权 但在2010年后 他们选择了奇能赛道 对于铝速膜的扩产并没有兴趣 只想着搞钱和给韩国企业供货 而韩国软包电池企业又非常短式 把软包电池专利当作倾销工具 而且软包电池也有自身的缺陷 它除了价格贵外 软包电池的一致性非常差 因为它使用的铝速膜是柔软的 用它来包裹电池 电池很容易就会改变形状 没办法做到同一的规格 当然也不是没办法解决 比如重新套上一层壳 但这样价格就更高了 除此之外 软包电池还容易鼓涨 防刺破 供应要求过高等特点 马斯克甚至公开吐槽过软包电池 并且建议其他公司也不要使用它们 所以中美欧的电池企业 不愿意再被日韩卡住脖子 突破起来又困难 干脆就同时抛弃了软包动力电池 改走其他路线 其中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同时选择了方形电池 并且推出了CTB技术和刀片电池 将方形电池做成了市场主流路线 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 而特斯拉选择了技术更加成熟的原型电池 并且研发出了4680电池 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唯独软包电池在日韩的反向动力下 逐渐走向了魔路 2019年时 国内软包动力电池的份额下降到了5.5% 作为软包电池的上游 国产铝塑膜企业几乎是躺输 大部分企业面临着亏损的境地 即使是紫江新材料的业绩也在不断下降 所以中国为啥没有实现铝塑膜国产化 是有历史因素的 铝塑膜本身的市场小 就是被中美同时淘汰的技术 自然不会有太多的精力花费在它的身上 当然看到这边有些人会说 既然铝塑膜曾被中国淘汰了 现在又为何会成为卡住我们脖子的技术呢 这里的故事比较狗血了 就不得不说下固态电池和铝塑膜的优点了 我们都知道 现在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已经做到了极致 所以很多企业都在备占下一代电池 而下一代电池有固态锂电池 钠离子电池等等分支 其中固态锂电池最适合的形态就是软包电池 圆形和方形电池的外包装都是比较硬的金属材质 圆形是将它卷绕成圆柱状 方形是通过卷绕或者叠片成方块 而固态锂电池内部的电解质是固态的不能卷绕 最好的方式是一层层叠起来 但是软包电池的铝塑膜非常薄 厚度只有微米级别 用它叠出来的固态电池能量密度比方形电池更高 除此之外 铝塑膜的内阻更小 膨胀时还可以通过排气来增加安全性 所以软包电池和铝塑膜就成为了固态电池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路线 说白了技术变革就是这么巧妙 铝塑膜这个原本卡住我们脖子 然后被我们弯到超车的技术 却在下个时代神奇般的重新拦在了我们面前 而且市场依然被日韩掌握在手里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它变得这么重要 那么我们的企业还会被卡脖子吗 答案肯定是不会的 虽然在市场份额上日韩依旧占据了70% 但是在技术上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铝塑膜行业衰退的那些年 我们有一些企业一直在坚持和成长 他们在没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 依然坚守着这个领域 当时铝塑膜虽然败走动力电池 但是在3C消费电池 二轮摩托车等小市场上还是依然有需求的 日韩企业不愿意扩产 而且比较高傲 订单不是拖延就是不想配合 每次订货都要3到6个月 效率非常慢 我们国商企业则不一样 他们甚至愿意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靠着这些小蛋糕一步步成长起来 不管是技术还是工艺 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 以技术为例 铝塑膜传统的工艺有两种 一种是以日本昭和电工为主的干法工艺 还有一种是以日本DNP为主的热法工艺 这两种各有优缺点 难度也都很高 但是中国企业却也都一一功课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上面说的紫江新材料 他们在攻克热法铝塑膜后 就开始逐渐取得客户的信任 先后成为全球锂电池巨头ATL 三星万马登企业的供应商 在国际上 铝塑膜每月出货量能达到 百万平米级别的热法铝塑膜企业有两家 其中一家是行业龙头 日本DNP 还有一家就是中国的紫江新材料 时至今日 紫江的铝塑膜出货量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除此之外还有明管新材料 他们结合干法和施法的工艺优势 自己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复合方式 从而实现了全产业链的自主创新 明管新材总经理在一次交流会上 详细讲解了他们的六大专利技术 凭借着这些专利 明管成功突破了铝塑膜所有的技术封锁 还有新轮科技的技术实力也很强 从2019年开始 他们就与LG合作 向LG提供旗下生产的铝塑膜 2021年 双方再次签署铝塑膜订购订单 我们国产铝塑膜企业的不断突破 正印证了那句话 曾经你看不起我的 如今我用实力征服你 除了技术外 我们的电池企业也已经今非昔比了 全球的动力电池前20名中 有15家是中国企业 他们也都在布局软包电池 并且已经和国产铝塑膜达成了合作协议 也就是和以前有技术没人用的情况不同 现在的我们是冰多降广 粮草充足 于是我们铝塑膜企业的底气也变多了 开始疯狂的扩充产能模式 有些头部企业在未来三年内 将扩大两到三倍的产能 等这些产能投产后 我国铝塑膜的国产化率将达到60% 有业内人士的话说 铝塑膜市场不存在缺口 不用有后顾之忧 只管向电池国产化最后一块阵地 发起冲击将它拿下 而在之后 我国也将实现 锂电池五大材料全部国产化 到那时 那些曾经对我们不理不睬的企业 也只能抬头仰望我们 雪猫在这边 也祝他们早日取得攻坚战的胜利 对了 都看到这边了 点个赞关注一下呗 我们下期见